美國有任何對臺灣友善的動作 我個人立場是不管新政府舊政府 基本上我都是持比較正面的態度看待 但是同樣的就是說 這些所謂的在卸任前 不到兩個禮拜所做的一些改變 跟所謂的一些承諾 到底新政府拜登政府能不能延續 其實那是才是真正關鍵 關切的重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講 我要就是說 民進黨現在基本上大概就是不斷的靠操作 所謂的親美還是反美 親中還是反中 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的一個標籤 那但是我要回頭說一件事情 就回到民進黨最喜歡講的抗中 我要講我們對抗的 其實是中國的大陸的政治體制 我們不喜歡他的政治體制 但是正因為我不喜歡他的政治體制 所以我們更要捍衛我們的政治體制 那大家回頭去想想看民進黨現在就是不斷的用 所謂的外部的一個所謂的民主的威脅 來掩蓋他才是現在臺灣內部最大的民主威脅 關新聞臺 關網路言論 查水表 然後控制司法 干涉司法 然後甚至我們這次連訴也有連訴點被關切 然後最後害了連訴的民眾不敢連訴 那這種東西你一方面因為共產體制他不民主 所以你反對他我們也反對 但是你不能說一邊打著反對不民主的共產體制 一邊你把自己搞得跟極權國家一樣的時候 那我想請問大家臺灣人民能接受嗎 只因為他今天寄出了一個標籤 然後所有東西都可以為所欲為的時候 那我光講來做這個題目 當初也是他們反對到底的 那現在為什麼可以當作沒有事情一樣